遇到渣男被玩弄 女子男演PO爆料公社 iGOL 不要再随便说要PO到爆料公社 小心吃上官司 一名年轻女子通过网络认识周姓男子并发生关系 但之后感情渐渐转淡 女子觉得男子在疏远她无法接受指控周男 趁她生理期不舒服泡巧克力饮品关心她 她喝了后昏睡过去 醒来发现被周男性侵 觉得被下药带着巧克力包到警局对周男提告 周男否认性侵也没泡任何东西给她喝是情投意合的 而且周男反抗女子传讯息恐吓她 我要处理你很简单 你给我多好我马上上爆料公社让网友公审 对决结果 女子败证 她被地检署调查后认为下药性侵 事证不足处分不起诉 但那些讯息检方认为女子的行为已构成恐吓罪 依法提起公诉 动信玩综合报道 苹果欢信15周年 送你百元C的理券 再出十万现金大奖 还有2018世俗冠军赛门票 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